《文化決定論》的終結、《明報專訊》 《近日報》將專欄的益恥不賤 環繞所謂民族性的討論者是令人很頭痛的課題 以二十一世紀社會科學的標準 民族已是不容易界定的東西 環繞提民族定性 然後用所謂民族性來解釋各種社會現象 更是困難文化決定論之類的理論 政治學上一直都有 但分析上問題多多 不能解釋很多政治現象 例如不少學者早年認為某些文化的基本價值 與民主理念相違 不理人欲民主思想 自然也不適合推行民主政制 但隨著民主政制越來越普及 這些論斷一一被推翻文化解釋民主方法 學上有問題例如 早年有學者認為天主教國家不適合民主 主要證據是日次大戰是意大利、西班牙、 葡萄牙等歐洲主要的天主教國家 都是法西斯主義國家 而民主國家則大多是新教背景 這種論斷除了七八十年代的第三波民主化 南歐和南美的天主教國家大都民主化 不公自破亨庭頓在廣為人引用的名著第三波中 也說過儒家文化和伊斯蘭文化不適合民主 但那又如何解釋日本、台灣、南韓等國家 可以發展穩定鞏固的民主體制呢? 如果你說這些國家不是儒家文化 那什麼才算呢? 從政治學的角度看 用一個國家、民族就可能更大了 的文化作為解釋 方法學上有不少問題首先 很難界定那些特性才算是某個文化的重要成分 例如中國文化是不是就可以等同儒家文化呢? 是華夏還是小農文化呢? 如果是後者 那麼工業化了的華人社會 還是不是小農文化呢? 又哪些才算是中國文化或儒家文化的重要成分呢? 如果沒法很清楚的界定 便很難科學化地測試 文化解釋很多時變了一種方法學上稱為聲譽的解釋 Researchal Explanation 即其他社會政治經濟解釋不到時 便說中國人就是這樣的了 希臘人就是這樣的了從社會科學的角度 這其實什麼也沒有解釋 是某種無法否正Falsify 的論斷政態分析並不合理此外 用民族文化特質來作主要解釋 其實是一種正態的分析 即是假設某民族的人的思想價值和文化特質長遠不會大大改變 例如不會因現代化 國內的歷史政治事件 在全球化下受其他地方的思潮價值等影響而改變 這種假設很簡單地想想便知到是不合理的 如果歷史政治事件不會根本的影響文化和價值觀 那麼這些民族最初的文化價值觀從何而來呢? 納粹時代的德國人和今天的德國人 經過許多年的歷史變遷和社會價值改變 應該很多特性都已經不同了 這幻要假設大家能界定什麼是德國人 即是我寫的時候會想 究竟普道斯基和歐斯爾是不是德國人呢? 以文化或種族來解釋或預測某社會是否適合民主 相關的理論在學術討論上以邁向終結近年 隨著跨國的民意調查研究越來越普及 不同國家地區的政治學者團隊 可以用同一套有關政治價值的問卷 在世界上不同國家 用相同的研究方法重複測試 這些調查的結論是民主價值以為普世接受 文化或種族因素並不重要研究民主化的著名 學者大雅門Larry Diamond 約十多年前大膽地提出 全世界都可以成為民主社會的論調他的主要立論基礎 正是多項跨國的政治價值調查中 反映全世界的人民對民主價值的支持 並不因種族、地域、文化或宗教信仰而有很大差異 正如中通產尤國由於多年來未能建立民主政制 不少人認為伊斯蘭文化或回教信仰與民主價值不相容 但近年多國的調查反映 在民主國家內 回教徒對民主的支持不比其他宗教的人為低 即例如在德國的土耳其裔人 不見得會比其他種族的德國人不支持民主此外 不同文明 如果用亨廷頓文明衝突論下的文明作界定基礎 對民主價值的支持度也差不多沒有差距 其實地理上 不同大洲的指數是差不多沒有分別的 不同國家或社會對民主價值的支持差距 往往根源於教育水平等發展指標 多於文化本源以文化作解釋 前提是人民的價值觀視很多東西的基礎 例如以為人民必先孕育民主價值 然後才可以發展民主政制 為這種論據早在四十多年前老事徒 Dankwaterstown已經反駁過 政治文化可以是制度的產品 即如今天很多西方國家的人民認同民主價值 是他們實踐了很多年民主政治的結果 並不是他們的民族本來如此 或者在民主化前便以全民擁抱民主價值 200多年前美國的西部牛仔一言不合拔槍相向 不見得他們有很高的民主素養了年前的阿拉伯之春 顯示阿拉伯人可以有很強的民主訴求 到最後埃及人民打不過軍隊 那大概和民族性沒有關係 全球化影響民眾培養解放的價值 經過多年反覆研究後 學者如杜爾頓、Russell Dalton等近年的總結時 很多政治價值都可以因為社會經濟結構改變而改變 而今年由於全球化的影響 全球的民眾都培養出解放的價值 Emancipative Values 指向自由、折決、衝權、發聲、自行爭取自己的權益 因此今年全球不同地區爆發大大小小的抗爭運動 無論已經民主的社會 像荷蘭學生佔領大學 正在爭取民主政制的群眾 如香港或中東 甚至基本人權未獲保障的國度 如中國 群眾覺得權利受侵犯 政府莫視民意 都會直接起來行動抗爭 這種自我解放的價值 已經跨越地域階限和文化繁利 成為二十一世紀最重要的政治趨勢 延伸閱讀 Russell Dalton and Christian Wellsell The civic culture transformed From Allegiant to Assertive Citize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二千零一十四